哎 宝贝 我来了 我来了 亲亲宝宝 今天陪陈哥哥逛了一天的节 累死了 哎呦 快快快 快给我宝宝啊 一哥哥 我有点饿了 我想吃点东西 一哥跟我同名同姓的超级高富帅 居然跑去当舔狗 像你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你们怕不到 这要是换成老子的话 绝对不舔 尊敬的十年老书虫 您是否愿意体验反派人生 确定 什么情况 穿越了 哎 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精灵太子爷 精灵太子爷 苏宜泽 八都狂龙这本书我看了好几遍 这苏大少是最大的反派 最后被男主叶臣整死了 如今我竟然占据了他的身体 那以后的剧情走向 还不是用我掌控吗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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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速尚 这么巧 缘分呢 一哥哥你先把合同签了 咱们再吃饭吧 抱歉 这个投资 崩毁了 这也是导致苏少惨死的开端 叶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家连七宫业都办了 你要是不投资的话 我以后怎么办啊 我们沐家都濒临破产了 凭什么要我投资啊 难道一哥哥不是看中了我家的实力吗 实力 都要破产了还有什么实力 哎 青青 要不你直接答应苏少吧 我觉得他都快神经质了 来了 叶哥哥只是把我当妹妹而已 更何况这辈子 我没想过结婚 叶哥哥 叶哥哥 你别着急走啊 后天就是经理开江大使的女儿 琪梦瑶的生日宴会 我答应陪你一起去做你的舞伴 苏少 你就答应了吧 千千做你的舞伴呢 是你梦梦你求的吧 十亿投资 就买一个你做我舞伴 穆千千 你可真会做生意 我还不如让若兰陪我去 抱歉啊 本上不愿意 叶哥哥这是怎么了呀 难道 他清醒了 不当穆千千的舔狗了 那我岂不是有机会吗 就是这次宴会 穆千千偷偷带着叶辰去了 让叶辰在宴会上一鸣惊人 大放一彩 得到了秦梦瑶和诸多大佬的赏识 加快了他的成长速度 也加快了苏家的灭亡 好 那我就在这次宴会上 好好踩一踩你一鸣 喂 苏尚 千千不是故意吊着你的 你放心 我会在他身边帮你说好话欠他的 你也不要生气了 这李若兰也不是什么好人 贪慕虚荣 忘恩负义 既然你有心移植 我也不勉强 我们的婚约 你过来作废吧 不是 喂 喂 我 这是原书里苏大哨的原配 答案 我们的婚约 你也不想给他的 我的婚约 你自己上司 看要不然 看要不然 这儿 那儿 你不想给他 你别想给他 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拿去 我无所谓了 还有啊 今天呢 是因为本少爷心情好 我跟你记住 如果你以后还敢再威胁本少 你死定了 等着瞧 我会在秦梦瑶寿宴上 用我的医术 一举成名 你让你跪下来叫我爸爸 按原初剧情来讲 夜晨已经激活了自于佩 对 获得了祖上的传承 要不了多久 她将会称霸整个精灵 但还有一个母玉佩 却不知道 那里面有强大的一仙传承 我要搞过来 签字吧 这样你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追求穆千千 若萱 全精灵所有的美女我都不要 我只要你 你又骗我 然后让我去帮你追求穆千千是吗 从今天开始 我只对你一个人好 好了 我带你去逛商场 好不好 这是世界著名设计大师 麦康路大师设计的衣服 到时候参加秦梦瑶小姐寿宴的时候 我穿给你看 你穿 一定好看极了 这资格 还不是苏绍给你了 结果你却穿给这夜晨看 哟 这不是精灵十大美女之首的炎肉雪吗 怎么穿得这么廉价 哦对了 炎家投资失败 亏损很大 你这国民女神 也要丢了神残了吧 我和你无怨无仇 你为什么要针对我 身为精灵十大美女之首 压得我喘不过气 你说为何 不过现在我有麦康路大师 给我设计衣服的资格 你呢 没这个资格 谁说他没资格 是你 没有资格穿这身衣服 叶哥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吗 你要用我给你的东西 来打我你门的礼物 你是不是疯了 来 我带你去试试这衣服 另外啊 我还给你准备了别的惊喜 叶哥哥这是怎么了呀 都是颜若雪那个贱女 迷惑了叶哥哥 倩倩 这套狗屁礼服 我们不稀罕 有点时间 我会送一套更好看的给你 神哥哥 你真好 叶哥哥他只能对我好 他不能对这个贱女人好 雪儿 把你手给我 给你戴上 这种鸡皮命 本应该属于我叶辰的才对 哎 清清 那戒指和项链 原本好像是给你准备的吧 叶哥哥你不能给他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就是不能 你有病吧 雪儿 你先把眼睛闭上好不好 空角 蒸开吧 送你的 反正你每天上下班也要用车 这辆车就给你了 这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这有什么好贵重的 给你你就收着 再说了 你们颜家不是投资失败了吗 正好我这里有十亿投资 待会我全装给你 这 哎呀 没事 走吧 怎么走 叶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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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给我的投资啊 叶哥哥 之前苏少追你的时候 你把他当舔狗 现在人不舔 你知道极了吧 后天爷会上 我定会一举成名 我会帮你沐家拿到十个亿的笔 我要让这个姓苏的 给你跪下道歉认输 也稀奇数了 这个车我也不要 把项链 衣服 还有戒指 都拿走吧 这些东西就是给你的 你做这些 不就是想让沐浅浅吃醋吗 你的目的达到了 不是啊 我喜欢的人就是你 我才不相信 老四来死五个八 是精灵太子爷道啊 快快快 拼你宿舍 苏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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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得救你们分了 谢谢苏少 谢谢苏少 苏少慢走 靠电话的垃圾 有钱了不起啊 三年何东三年何新 起少年穷 可恶 本来今天万人 瞩目的人是我才对 按照原书剧情发展 男主叶辰将在这场宴会上 救下突发心脏病的 秦牧尧小姐 从而成为全场最亮的才 叶大少 看我怎么抢你装逼的戏吗 雪儿 我还有点事 你先进去好不好 好 这个顽固子弟怎么来啊 秦小姐的皮肤好白好好看啊 是啊 只有像秦小姐这样的人 才能撑得起这件礼服的高贵与典雅 还说喜欢 这就去找秦梦瑶了 欢迎大家来到梦瑶的生日宴 在这里梦瑶先向大家表示感谢 请大家跟我一步内躺 请大家跟我一步内躺 小姐 是我大战身手的时候了 我来 心脏病吗 所有人都让开 保持空气流通 转转远 臭龙王 拜托 我在救你好不好 有病吧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苏绍 对啊 精灵太子爷 苏一泽是个不学无术 不务正业的超级大田狗 这样看来消息也不属实嘛 但我也听说了 开疆大使的女儿秦梦瑶 是个飞机场 哎呀 看来也不属实嘛 你个四郎 我好端端的怎么会晕过去呢 因为 你同父异母的弟弟秦天龙要夺权 他已经和那个叶辰联手了 你们秦家的南部项目 马上就会亏掉一千人 从此你们秦家将会一蹶不振 你今天突发心脏病也不是偶然 也是他们俩设好的 他们提前让人给你下了药 但是呢 又不是为了杀你 而是为了让叶辰取得你的信任 好打入你们秦家内部 最后呢 你也会沦为叶辰的王物 你说的是真的 不管真假 我都要查清 叶辰敢给我下堂 等我查清此事 我已经宰了你 心脏病的事 你不必太担心 都是小问题 倒是你啊 要好好休息 问题是你这双腿 还是有恢复的可能的 你说的是真的吗 秦小姐 我来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好多了 张兴儿精灵十大神医之一 他爷爷跟苏大少爷爷关系甚密 苏大少和张兴儿也是亲如兄妹 你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多亏了苏哥哥急事救人 可惜啊 这么漂亮的妹妹 最后也难逃叶辰魔床 哎 最后她好像是为了救叶辰 差点死了吧 苏哥哥 你在说什么 啊 我有说话吗 嘿嘿 我听力从小灵敏 应该是每天作严 叶辰 叶辰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怎么回事 不就应该你救人 俘获其冒药的芳心 怎么苏伊泽跑去救人了 我他妈哪知道 我是看你真有本事 才跟你合作的 你要是搞不定 可别怪我翻脸回来人 都怪这苏大傻出来搅局 不过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希望 别让我失望 掉脚石而已 屁话真多 利用完了就杀 还有那苏大傻 你也得死 只有我 才配得上这些极品名 叶辰拿下汐儿后 以此要挟神医老爷子 利用他的关系我 逐步渗透精灵 之后 便将老爷子残忍杀害 苏哥哥说的是真的吗 这个叶辰是什么东西啊 真的 沈总 你父亲毒发尾子 运倒了 什么 什么 别愣着了 赶紧带路 赵神医 赵神医 我爸怎么样 我不是说了吗 秦天龙和叶辰联手的 是他们给你爸下了毒 秦叔叔的病有点极少 危在旦夕 难道 真是叶天龙和叶辰联手给父亲下的毒 谁敢给我爸爸下毒 这个暂解不谈 解这个毒呢也不难 我会用回洋酒阵来治疗 张神医 你这一针下去不但治不好 还会加重秦叔的病情 秦叔是金陵开疆大使 你担当得起吗 你是谁啊 叶辰 你就是叶辰 没错 恕我直言 张神医医术固然高明 但是比起我还是差得远 人家张神医是金陵十大神医之一 你质疑他就凭你 论医术 我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秦小姐 陈哥哥医术确实了得 不妨让他试试 你当我爸是什么 你说是就是 姐 叶辰是我请来的 他医术确实很厉害 你让他给爸爸治病吗 秦天龙真的和这个叶辰有关心 他是不是和苏大少说的一样 我知道 大家不相信 这样吧 我们打个赌 就赌张神医治不好 如果我赢的话 秦小姐 我要你投资十个亿 陈哥哥这是为我拉投资 真是太好了 赌就赌 十个亿而已 可如果你输了 如果我输了 我跪下磕头 还学狗叫三声 张神医 赌吗 狗才不敢 好 那请吧 有把握吗 放心 除了我以外 无人可知 只要叶辰救人 获得信任 便能征服秦梦药 慢慢瓦解所有的一切 都将说话 醒儿 你的医术的确高明 但是 秦叔不仅仅是毒血攻心 他早年 受过非常严重的内伤 你在使用 回阳酒针解毒之后 一定要再使用 太乙神针 这样 才能彻底清除 他体内的毒血 要不然 他应该活不过三分钟了 苏哥哥什么时候 会医术了 而且远非我所见 爸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我是责到传承 才能做到不用把脉 仅靠妄恩问妾 就能精准判断病人的情况 这张希儿的医术 应该看不出秦赵国 已经堵入五脏六腑了才对啊 爸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 前所未有的好啊 爸爸好了 真是太好了 还得 多谢张神医啊 你爷爷 救过我很多次 你也救我 真是感激不尽啊 秦叔叔 别谢我了 要不是苏哥哥在旁边提醒我 希儿现在已经闯祸了 他提醒你了 嗯 苏哥哥真是深藏不漏呢 别挖苦我了 我们还是看正系吧 那边不是还有人 在等着下跪 磕头 道歉 学口叫你呢 又是这个文库子低脚局 可恶 叶晨是吧 怎么现在不说话了 刚刚不是还很自信很嚣张吗 你是要耍赖吧 真丢人 哎 希儿 你是医学世家 在场的人都是非富即贵 但是跟你们打赌的呢 是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熊小子 别跟他计较了 丢面子 就是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质疑人家张神医的医术 不自量力 张神医秦小姐 这只是医术上的切磋 不至于得理不饶人吧 事情办砸了 我不管了 你自己看着办法 你这么针对我是吧 有吗 没有吧 再说了 只需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了 是不许你夜沉装逼 我都没干什么 你就不乐意了 我再说一遍啊 我就是这种人 我劝你最好 赶紧给我跪下 磕头 道歉 刚刚还一副 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现在怎么不敢履行了 如此不堪 真是落眼睛 张神医秦小姐 这就是医术上的切磋 不至于这么认真 怎么 那如果希儿输了 你们那十亿投资还要不要 叶哥哥 你到底怎么了吗 怎么对我这么凶啊 我们是不是哪里有什么误会呀 我跟你可没什么误会 叶哥哥不对我好了 这可怎么办呀 这小西法子让他只对我一个人好 张神医 秦小姐 刚刚是我过于激动 所以说话有些冒犯 要不这样 给我一个赔罪的机会 今晚我设宴 不必了 我今天啊 还要跟苏哥哥一起讨论医术呢 你什么身份 敢请我吃饭 还设什么宴啊 嫌不够丢人啊 走吧 走走走 他 我看你 我看你 那个 这个 叫我 那么 我要 走 我 我 我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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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苏哥哥 有什么时候学的医术啊 对啊 大家印象里你就是个不务正业的 居然还不医术 义泽平时为人低调 其实啊 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看了几本医书 运气好 可惜啊 这夜晨转眼就会去白草堂买药 将希儿姨困惑的残缺骨药方给填补了 获得希儿爷爷的高度赞赏 以至于撮合希儿和夜晨 还是逃不了被收获坑的命运 苏少 你想什么呢 啊 没什么 秦梦瑶也一样 南部像抹视夜晨和秦天龙挖的大坑 就是为了让秦梦瑶损失巨大 动摇在秦家的地位 然后秦天龙取了带去 义哥哥 苏哥哥跟我走 海爷跟我走啦 不 走了 义哥哥 其实千千她知道错了 她就是有点拉不下脸面 你追她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你放心 我帮你牵线啊 这是电影票 她今晚会和你一起看电影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一定要来啊 哎呀 走了走了走了 雪儿 刚才出了一点状况 我得出去一趟 你在这儿等我好不好 苏哥哥 我在金灵酒店订了大床房 希望你会喜欢 啊 哎 不是 我不知道 这 怎么来这儿了 不是说好了要去大 还要说过的别看了 我们快进去吧 走 金灵老神张继世贴出残缺骨药方 悬赏三十万求高人不全 这是获得张继世贴人的关键 叶药会上没有征服张继世贴人 从他爷爷这里下手 再逐步让张继世贴人爱上我 绝对没问题 你干什么呢 补全古药方 已经有人替咱们师父补全了 你就别吹牛了 这古药方乃是失传的金疮药 只晓得人极为罕见 谁在大言不惭啊 出来了 人家金灵太子 死爷亲自给补全的古药方 没有错 这哥哥什么时候懂这些啊 更不可能 一个纹固子弟 他有什么本事能补全古药方 你闭嘴吧 你以为你谁啊 自以为是 金灵败家子之手苏一泽 只懂六鸟斗狗 玩女人当田狗 上次使你运气好 古药方金疮药用料罕见 他根本不可能补全 那如果我真的补全了呢 那我马上给你下跪 叫你爷爷 上次你那磕头道歉 学狗教都还没兑现呢 这样吧 如果你输了 我要你胸前那个玉佩 这是你穿成玉佩旁边的另一个 暂时并未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 应该就是个普通玉佩 他要来做什么 再看他好像自信满满的样子 难道真补全了药方 可怎么会呢 说他当田狗我肯定信 补全这稀释喊变的古药方 怎么可能啊 怎么 不赌 行 那算了 等等 你一个超级富二代 要我穷小子的破玉佩干嘛 就不是你身上 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好 我跟你赌 但是如果你无法补全的话 那就给我下跪道歉 并给我投资百亿 可以 尹哥哥绝对不会补全药方 现在逞强只抄面子 那陈哥哥要的百亿投资 肯定是给我的 这太好了 陈哥哥 尹哥哥 你们别闹了 倩倩 这是男人的事情 你不是能补全古药方吗 来呀 开始 怎么了 不会啊 如果不会的话 那就赶紧给我下跪道歉 你在狗叫什么 你无法补全古药方 还骂人 我骂你又怎么了 还有 谁说我无法补全古药方了 汐儿 拿出来 让它清醒净醒 嗯 嗯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清楚 这就是苏哥哥亲手写下的古药方 经过我爷爷的确认 这个就是金疮药古药方的完整药材 你啥巴了吗 哈哈 你不会又要耍赖吧 一个大男人 也不嫌丢人 听汐儿说了 你也身为一个医者 却骄傲自满不可一世 真是没救了 你个破玉佩而已 既然苏大少 你这么想要的话 就 施舍给你吧 哎 你你这样怎么说不起啊 张沈一张小姐 易哥哥 我诚哥还年轻 你莫怪好吧 哎 苏哥哥 这玉佩是什么宝贝吗 你见过这么多珍宝 干嘛要她这个东西啊 这还真是个好东西 啊 这个 没看出来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就是这个玉佩内的传承 让夜神一举成神 后期战力值拉满 不过 我暂时还没有接触传承的时机 需要夜神的血来开启 需要想一些法子 这该死的苏伊泽 要不是时机不佳 不然我一拳灭了她 陈哥哥 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只是暂时被易哥哥抢了风头 但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 你一定可以的 还是千千你懂我 这个该死的苏伊泽 三番两次坏我好事 我就不懂 我要做什么 她总在我面前 不用重 被她克制的感觉 陈哥哥 不要灰心 对了 我还有翻盘的机会 不仅能让张继世和张熙 对我刮目相看 化解矛盾 还能跟夜家交好 啊 来 跟我走 祖少 你连残缺的谷药方中的补权 看来外界的传闻 不可全信 苏哥哥 我还要向你讨教医术呢 我会跟霹雳医术啊 这书看了这么多遍 药方啥的 随便就记住吧 喂 苏哥哥 我爷爷吧 之所以这么着急的 想要把谷药方补权 其实是为了救我闺蜜念素素 苏哥哥 你一说那么好 你就救救他吧 叶辰早就调查了 张继世补权药方要做什么 原书里 叶辰不仅获得了 念晴天的赞赏 和念素素的好感 还收念素素进后宫 让地下势力之王 念晴天当了小弟 加快一桶金蓝的劲动 好 我们一起去 而且这个念素素 他不仅仅是身患毒疮 这也不是致命的原因 是因为 他被人中的是弑心骨 我们快走 诶 这人怎么还在这 他应该也是想去念下 表现自己的 他在这 打车吧 他也知道我闺蜜的病 那他无缘无故来 我爷爷店里补权药 怕是有什么目的啊 哇塞 汐儿 你比我想象的聪明啊 走 过去看看 等车呢 关你什么事 喂 现在通知全城的出租车 网约车 从现在开始停运一整天 所有的损失呢 我苏玉泽十倍赔偿 你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啊 今天啊 本少就告诉你 什么叫做有钱 就可以为所欲人 少爷 车到了 那我现在 就先去破坏你们的好事吧 你 汐儿 张神医 你们的车太慢 那我就先过去了 好 这该死的苏玉泽 我跟你没完 我跟你不够带天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聂哥 聂大哥 我已经说过了 他这是中了世心骨 寻常的治疗手段 根本不可能有用 你要是再不让我出手 他撑不了几分钟 你看见他手上的血线没 这就是他断裂的经脉 还是不劳反苏少了 我已经请了名医 就算是张继世和张希儿 来了也没用 请苏少 注意言辞 不可污蔑神医 至于你说的世心骨 我没有听过 想来这世上 根本不存在 苏少 请回吧 苏苏 这 这是 苏苏 世心骨毒发了 我救这一个妹妹 苏少 你知道星光 你肯定能救她 对不对 苏少 我求求你了 苏少 多说无意 这是我准备的药 赶紧为她吃了 这药 会马上杀死她体内的石心骨 赶紧 住手 这是贺鼎红 给你也在府下 必死无依 这个大少爷 哪懂什么医术 他这是草菅人命 不可信 你是 聂 聂家主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这贺鼎红 能瞬间毒死一头大象 聂小姐服下 必死无依 虽然不知道 这王库子弟 为何知道 以毒攻毒 来解这世心骨 但没有一整套 合适的针法 疏理穴道 聂素素 肯定会被毒死 这是我的机会 你苏大少 给我舔鞋都不配 叶哥哥 我不是针对你啊 这是关聂小姐的性命 可不能胡来 还是听我 陈哥哥的话吧 退下 别给聂小姐 喂这毒药 聂清清 苏宇泽再不济 那也是金陵的太子爷 若没有十足的把握 也不敢给 聂小姐喂药吃 而你身边的 成哥哥 据我所知 他只是个普通人 一个连医术 都不会的人 凭什么 这个苏宇泽 若萱 你来了 我也不行了 要不是我家里人知道你要给我投资十亿的事情 我才懒得力 十亿投资本来是我们的 这该死的严若雪 我成哥哥才不是普通人 成哥哥 给他们露一声 别胡闹了 我妹妹 命在旦夕 我不信张神怡 张小神怡 不信苏爽 难道姓你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子 张神怡 还请您 救救我妹妹 好啊 这个病 我真没办法 既然苏少有办法 不如让苏少试试 是吧 三分钟内 念小姐必死 叶哥哥 这可是心明有关的大事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担心你 成哥哥 一会儿要是出现什么状况的话 请你一定要不计前嫌地帮助叶哥哥 要不然 我怕他闯出大祸来 放心 看在你的院子上 我会的 你们俩能别废话了吗 要拿来 让这傻子苏一泽 先为毒药给念小姐 等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 才能彰显我的牛掰之处 这样就可以完全征服聂家主 包括张希儿 张继世 颜若旋 我真是太聪明了 没想到还真让苏哥哥摸对了 独可害人也可救人 确实神机 你什么时候有这本事了 小意思啊 阿姨 别得意 聂小姐就快死了 你再找他 我要你的命 四搜 聂家主 我说过了 这人就是个草包啊 根本不可能治病救人的 我没说错吧 聂小姐快不行了 那你的意思是 必须得找你哦 正哥金灵 除了我之外 无人 但是我如果拿灵书经 梳理他全身的心脉 你又要怎么办 你怎么知道灵书经 希儿 你知道灵书经里面的 九真梳理法吧 知道啊 怎么了 以毒攻毒是最好的去毒方式 所以 所以要用灵书经里的 九真梳理法来梳理他全身的穴道 然后就可以把毒素全部排出来 不愧是希儿 一点就痛 还是苏哥哥厉害 苏哥哥 你放心吧 接下来交给我 整个金灵 应该只有我才懂得 用以毒攻毒的办法解释辛苦 你个不学无术的大少爷 怎么可能会 别这样啊 我还需要你不计前嫌的帮我呢 外界的人 都传言金灵公子 只是一个不学无术 只知道啃老的人 而那些外界人 还真是有眼无辜 就是 怎么样 是要帅 你上来 我才不配呢 你金灵太子爷 跟那么多女人相处 你当然配 杏儿 我醒了 别扎了 趴开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东西 张晓神医 没事 多亏了苏哥哥 不然苏苏就危险了 多亏了苏苏 凡 苏苏 以后有什么 尽管吩咐 绝不退堂 多谢苏苏 不必客气 举手之聋 应该的 苏苏真有本事 真没有能力 还这么谦虚 实在难得 你个来捣乱的臭小子 快出去 陈哥哥 易哥哥 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苏亦泽 你是我的克星吗 今天非但没有人对我刮目相看 还舍弄一群人 苏亦泽 我给你没完 素素 你现在身上只剩下毒疮了 不过都是小问题 我来帮你擦药 汐儿 我可以让你苏哥哥帮我擦药吗 苏 苏哥哥 素素 给你擦药需要脱衣服 我不认识他 而且 都在隐私部 汐儿 我觉得你苏哥哥是个不错的男人 你是我闺蜜 爸骂我 我 我 苏哥哥 刚才秦梦瑶找你 你怎么还不去 对对对 你快去 快去快去 汐儿 你难道喜欢 喜欢 你猜呀 这是那十一头子的河头 从头到尾 你真是为了追捕牵牵而耍的手段 苏雪 你真误会我了 你是个好女孩 我想珍惜你 我不信 没事 你会相信的 现在颜家投资失败面临这么大的危机 你现在 应该是你爷爷逼着你来讨好我的吧 所以你觉得我是个爱慕虚荣的人是吧 当然不是了 我只是想说 现在秦梦瑶那边正好有个南部项目 如果你们颜家能够加入进去的话 说不定 真能够扭软金坤 你来真的 我 当然了 我的真心 你一定会看到 好了 我们现在先去找秦梦瑶吧 他现在啊 应该快崩溃了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能力 那个苏义泽就是个纹固子弟 什么都不会 你居然栽在手里好几次 他什么事情 都好像能预知一样 总能跑到我前面 我都怀疑 他是不是开了挂了 我不管那么多 现在秦梦瑶遇到了大问题 他解决不了 你用你擅长的能力征服他 让他逐渐沉沦 我要毁掉他 放心 这一次绝对没问题 哦 这么自信 因为这次秦梦瑶的问题 是我亲自设计的 除了我 无人能解 我等你的好消息 我等你的好消息 秦梦瑶这种大美女 理应被我睡 还有颜若雪 张希儿 念素素等人 都是我呢 至于苏玉泽 你给我等死吧 秦梦瑶 秦梦瑶 不是说去看电影吗 你怎么没来啊 不想看 为啥去啊 难道你不懂我的意思吗 你什么意思啊 晚上 六天酒店 六零六房间 我准备了黑丝 等你啊 哎 六雪 好看吗 不是 我没有 刚才是他 你别解释了 我 我又不是你的事 开车吧 办正事 好嘞 这李若兰 真是贱 真是欠的 怎么了秦总 四座大楼向无底洞 修好的墙体 也无端下沉断裂 现在外面舆论压力太大 这个项目再不解决 恐怕会被无限期叫停 损失巨大 投资的牵翼 当真要赔得干干净净吗 秦总 只要你相信我 你不但不会亏 还会赚得盆满钵满 怎么是你 谁让你进来的 宝安 哎 不用喊了 那几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已经被我打趴下了 赶来我的地盘闹市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哼 我来此 只是想帮你而已 有我在 还轮不到你夜神吧 你天天跟踪我是吧 哈哈 你也不撒放尿照照镜子 你谁呀 是吗 蘇伊泽你竟敢扔我的衣服 我警告你 你最好赶紧把我的衣服捡起来 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哼 那你怎么在这儿 人家秦总请我来的 苏少 我这次遇到的麻烦 你真的能解决吗 当然 秦总 你信我还是信他 我跟你熟吗 为什么要信你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信苏的 他解决不了 只有我能解决 他说的是真的 四座大楼水泥浇筑 怎么都填不满 而且墙体也无缘无故地断裂 这属于非自然现象 我的确解决不了 秦总 听到没有 但是 我请了精灵大名鼎鼎的 风水大师徐大师来解决 风水顶尖大师徐大师 很多有钱人都请不来 你是怎么请来的 简单啊 花更多钱就行了 苏少言重了 就算一分钱不要 我也愿意帮苏少做事 这是我的荣幸 没想到 大名鼎鼎的徐大师 居然帮这个姓苏的做狗 苏家 金陵之罪 商业霸王 想给苏家少爷当狗的人 可以在金陵绕十圈 你一个无名小卒 连当狗的机会都没有 姓苏的 就算你把徐大师请过来 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麻烦的 你怎么这么自信 而且我遇到麻烦这事 完全保密 苏少知道 也是因为我跟他说过 你一个连普通人 都算不上的底层人 怎么会有此够知晓 这 因为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叶成和秦天龙 一起设下的局 就等着你往里跳呢 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内幕 当然自信满满了 胡说八道 秦总 我是多方打平才知道的 来此 只因为上次得罪了您 特意过来化解矛盾 这你都能圆回来 厉害 我根本不懂你在说什么 秦总 我绝对没有害你的意思 徐大师的实力我是相信的 但是他真的解决不了 能不能解决 也不是你说了算的了 我们去现场看看 你哪来的回哪去 秦总 让他一块去吧 让这个无知小儿 瞪大狗眼看清楚 老夫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好 这都一个小时了 什么情况啊 莫急 我还没勾动 秦总 这里的问题 除了我 没有人能解决 是吗 说大话不怕被打脸啊 你苏毅泽 今天可打不了我的脸 哦 是吗 徐大师 你看看这地上 全都是黄皮子精打的洞 我觉得你可以 往那个方向努力一下突破试试 还有啊 你看这个西南角 明显是刚刚被翻新过 我觉得这个下面 肯定有些什么东西 好的 所长 这是什么 有风水大师设下的隐煞阵和昭灵阵 这隐煞阵吸收天地间的煞气 凝聚在这儿 破坏地基将会完全毁掉这项工程 那现在怎么办 秦总放心 多亏苏少出嫣提醒 我已经破解了尹煞阵和昭灵阵 困扰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太好了 谁让你走吧 怎么了苏少 还想留我 不想留 我就是想问问你 今天我能不能打你的脸 三年河东 你能别这么多话了吗 想走是吧 可以 留你一点血 这个地方的布局 如果没有你的血 起码需要三个月才能恢复原状 你应该也不想惹更大的麻烦吧 这就赏赐给你吧 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啊 好 小张去吧 到时候有人要哭咯 叶泽 你要他学干嘛 难道没有他的血 这三个月的工地真完成不了吗 稍微夸张了一点 但如果没有的话 确实会比较麻烦 苏少 莫非 他是真的想害我们 当然了 我饶不了他 金董 我劝你呢 先不要轻举妄动 为什么 你别看他是个穷小子 身手不一般 整个精灵 精通武道的人也不少 但是能打护他的 应该不超过三个 原来他这么厉害 怪不得苏少 你不跟他动脚呢 不过他也嚣张不了多久了 我会亲自教育他的 得到了叶辰的血 可以开启传承了 我很期待 不过也不能打扎精神 叶辰那小子 真是可不简单哪 对了 金董 那个南部开发的项目 能不能带若雪转一步 这倒是没什么问题 不过 你不怕南部项目亏啊 那我就让他不亏呗 嗯 说来听听 这个不能说 暂时保密 但是呢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南部这个项目 设计的资金超过一千亿 你要把最大的四块地皮 全买下来 我还这么大吗 大 苏少 在南部项目这么赚钱 你让严小姐投资 你怎么不投啊 我又不缺钱 让你们俩多赚点 不好吗 又被苏一泽截胡了 对 那混蛋不知道为什么 知道我们对秦梦瑶下策的事情 看来 我们没必要合作了 秦少 别急啊 我都没有尽力 都怪那个苏一泽 只要没有他 我分分钟拿下秦梦瑶 你不是很牛逼吗 但你有本事杀了苏一泽呀 我等你的好消息 苏一泽 这都是你逼我的 我就看你怎么死 妈呀 这你们发什么疯呢 谢谢你啊 给我们家投资十个亿 救了我们颜家 还给我们家拉到一个这么大的合作 你说 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感谢 那 请一下 你好会聊啊 你是不是对其他的女人也这样子 没有 真的 也是 反正你这几年 只当了穆千千的舔狗 确实没聊不别的女人 是吧 有个叫叶晨的小子 拿着跟你的婚约来咋加了 什么 爸 怎么突然间冒出来个叶晨啊 你爷爷在世的时候 跟一个高人的孙子签订了你的婚约 但这么多年来 没人提及这件事情 我就以为人家默认婚约了 我当然肯定苏少的婚约 别多谢了 别多谢了 严书中 男主叶晨来严家旅行婚约时 出手救治突发怪病的严叔叔 并捕获了极营体质弱血的芳心 以及妹子的修炼服务加成 之后 整个严家给他当口 不认为人家的婚约 你这儿在想什么呢 没有 没事 我是想说 刚才看到严叔叔 好像买了一把红木椅 这把椅子 好像对身体不太好 要不 我帮您调理一下 好 好了 没想到呀 年纪轻轻还懂医术 过奖了 过奖了 人就完后 感觉真的很舒服 严叔叔 今日我来 是旅行纪约的 我只跟苏一泽有关约 你是谁 不 严小姐 我没有得罪你吧 啊 我明白了 是这个姓苏的强人所难 仗着苏家权势 想夺走你选择幸福的权利 真是霸道 你有什么中二病啊 离我远点 严小姐 你不用怕 我不会让你的婚姻 成为工具 你只要嫁给我 我保证 无论是苏家 还是整个世界 都是你的 因为你是我夜晨的女人 你有病吧 严小姐 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 不想我得罪这个姓苏的 但是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假以时 我会成为 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你那些活动可真多 你是不是想多了 你赶紧滚吧 实话告诉你 你就算再厉害 我都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严小姐 我现在还不能走 严叔叔的病很难治 我今天是来帮他治病的 你为这事来了 但你真可以走了 你没机会了 这事情关你什么事呢 前几次是你运气好 严叔叔的病只有我能治 小叶 刚刚苏少给我调理了身体 已经无大碍了 这怎么可能 他哪会什么医术啊 我为什么不会啊 又不是指着你会是吧 别显摆了你好吧 小叶呀 这样吧 我给你五十万作为补偿 这婚约就作罢 如何 给你五十万啊 这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见好就收吧 你怎么又针对我 我跟你有仇吗 三番五次坏我好事 我看你不爽 我就针对你 我这么气死你 来大卫 来来来来 过来来 好好好 严小姐 我知道 你不想嫁给这个姓苏的 更不想成为 苏妍两家联姻的工具 不用担心 我会救你 我会救你的 我 谁说不想嫁给他 这个盖斯苏伊泽 没有他 今天我必定拿下颜若雪 那可是基因体制 用他修炼 一天顶十年 我一定要得到 哎呀 你这妹妹 不就是想勾引我吗 拐弯墨角干嘛呀 要是以前的苏大哨 估计就会去找你了吧 不过可惜啊 我还真对你没兴趣 喂 叶哥哥 你是苏家大哨 金陵的太子爷 真没必要去针对陈哥哥啊 直到你是因为我的原因才这么做 我答应你了 从今晚开始 就跟你约会 你能别这么自恋吗 叶哥哥 你嘴硬也没有用 我很了解你 做这么多 就是想吸引我的注意 你是吃醋了吧 好好好 哎 我说 真是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 你跟叶辰 还真是天生一对啊 你看啊 叶哥哥还在吃醋生气 叶哥哥 我们约会吧 也跟你陈哥哥约会去吧 神经病啊 没想到 你去阿货治病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要不 我请你吃饭 哎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出来吃饭啊 哪有女孩子请客的 叶哥哥 你怎么在这 叶哥哥 我知道你跟陈哥哥 一直不对付 但他也没有针对你啊 你现在又跟踪过来 为什么要针对他 姓苏的 你心胸真是广阔 盯着我一个小人不放 你不累吗 他们俩是不是有病啊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还我们跟踪他们 我看是你们跟踪我们吧 叔叔 你这是怎么了 叔叔 救救大家 救救我叔叔 救救大家 居然是苗族的 我若出手救下子人 并定得到子二人的 鼎鼎相助 救大家 救救我叔叔 那个女孩好漂亮啊 可我 不敢帮她 对呀 现在骗子太多了 我来 我来看看 她中的是一种 一旦毒发 就必死的曼陀罗毒 正好我有药 我先让她扶下去 阻止她的毒性蔓延 我有传承暴身 方能看出 对方中的什么毒 这混蛋到底又凭什么 救我大哥 你既然能说出 我叔叔中的什么毒 那你肯定有办法 救我叔叔 救救你 救救我叔叔 放心吧 我一定会救她 秦苏大 你就别装备了吧 上次你能 以毒攻毒救人 是你运气好 曼陀罗毒 你解不了 只有我能解 你每一次都这么说 哪一次不是你被打脸 那是你运气好 但是 如果我使出 天绝神针的话 你又要怎么样 不可能 你一个纹固子弟 怎么可能会 天绝神针 天绝神针 乃是上祖针九术 整个华夏 只有三个人会 我的确不会 叶哥哥 你都不坏 我知道你是想在我面前表现自己 但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还是让我陈哥哥来吧 你不会那就赶紧我来 我不会 不代表别人不会啊 你就不要再丢人现眼了吧 你别一幅地球少了 你就不赚的表情好不好 我就来告诉你 谁能救 喂 是张继师神医吗 现在我需要你过来一趟 用你祖传的天绝神针 来帮我救一个人 是 张神医的确是天绝神针的传人 但他现在在隔壁临城 这个大叔最多只有四五个小时 如果他没有及时赶到 这大叔就危险了 需要那么久吗 喂 立刻开着我的私人飞机 给我把张继师神医接过来 私人飞机 是苏少的那架天价私人飞机吗 就是的 据说价值三年五个亿呢 另外 我会额外赛给你打一笔钱 用来疏通机场 到凤凰楼的道路 半个小时之内 必须要到 哎 这小子敢跟苏少就要把你婚姻了 叶哥哥对不起 你不要再站对陈哥哥了好吗 我真的没想到 追求我会让你变成这个样子 你想多了吧 所以则已经跟我订婚了 你现在都开始联合颜柔雪 一起来骗我 叶哥哥都怪我 变成这个样子 姐姐 没关系 要怪 就怪那个苏毅泽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仰望我 这傻子 苏少一出生 就站在了财富的巅峰 还想让苏少仰望他 这傻兵一个 如果没有我的干预 他将来的确会成长到 让我仰望的高度 但现在不可能 苏少 好久不见 不客气了 赶紧救人 好 没事了 辛苦了 那我告辞了 嗯 嗯 苏少 以后我这条命 就是您的了 取手之狼 不必客气 我们会些拳脚功夫 不如就留在您身边 做点事 以图报答 求苏少成全 好吧 这本来是属于我的记忆 那我想说的话给说 苏一泽 我跟你没完 那我们也走吧 事情都解决了 换个地方吃饭 看见这两个人 就吃不下饭 走 颜若雪 别缠着我一哥哥了 先不说我缠不缠着他 就算我缠着他 你想怎样 先不说我缠不缠着他 就算我缠着他 你想怎样 你难道不知道吗 一哥哥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而已 让我怎么样 你算什么东西 你 不要脸 千千 不要生气 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让那个女人 跪在你面前 得快点想想办法 怎样能让陈一龙放弃 对南部项目 四块大地皮的争夺 秦总 陈一龙说了 要想让他放弃 就要靠实力打败他 他是舞蹈排行 第二十三位高手 我们上哪儿去找 舞蹈高手去打败他呀 苏绍毕竟是精灵的太子爷 认识的人多 或许可以找他帮忙 好看吗 不是他 饭别吃了 走 不是若 若雪 若雪 这么有料 还是去看看吧 搞什么 你整这一出 就是为了对付陈一龙 那你何必牺牲这么大 还诱惑我 好了 你不要说了 算我求你 你求我 我求你吧 你差点害死我 你知道吗 我这不是也没办法 才出此下策吗 陈一龙让我头疼 苏绍 只要你愿意帮我 你懂的 我懂什么 我有未婚妻的大姐 说正事吧 正好我也有事找她 就约在前面是吧 哎 陈一龙他势力强悍 你带来这两个人 能行吗 等着看吧 既然是 穆小姐介绍来的 那就好好干 亏待不了你 多谢陈老大 这个虎坠 我小时候在爷爷 随身携带的一本书上见过 爷爷还说 是我叶家 核心护卫的标志 真的假的 不愧是袁书男主 动作就是快 在袁书里 叶晨做了陈一龙的一个小弟 在秦梦瑶找人 和陈一龙的对决中 陈一龙的人都败了 叶晨出马 打败秦梦瑶的人 获得陈一龙的赏识 顺便让秦梦瑶刮目相看 最后秦梦瑶知道了 叶晨的身份 便忠心为主呢 我要让你叶晨 今天白跑呢 苏少 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怎么哪都能遇见你啊 叶晨 苏伊泽 遇到我是你的荣幸 你应该感激涕领 陈老大 这是你新招的小弟吧 你现在怎么互眼不识珠啊 这种垃圾 你也要 你说谁垃圾呢 你啊 你跟奶奶有种再说一次 放肆 怎么跟苏少说话的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苏少 您别生气 我会慢慢挑教的 您今日前来 莫非是 放心 我哪边都不帮 我过来 单纯就是做个见证 你们放心比拼 那就好 请坐 怎么傻了 八戏的 今日之路 来日必将树辈分还 钱总 苏少既然在此 我们就开门见山 双方各出一人 谁赢了 那块地皮就归谁 如何 好 我亲自出手 你们谁应战呢 过来 陈老大 你打不过她 要不你下去让我来 我有办法 胡说什么呢 你闭嘴 我们老大 在金陵舞蹈高手中 排名二十三 怎么可能打不过 这个小丫头 你在问哪边呢 陈老大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想让你赢 闭嘴 你就能找你帮忙吗 现在 你们投降认输 可以免遭皮肉之苦 这位叔叔 你已经输了 怎么可能呢 老大 老大 你怎么了 什么时候 你是古师 古传古术自有血谷 同辈中无足 陈某人 幸福苦福 做得不错 小韩 没让我失望 陈老大 没事吧 谢谢恩公 别恩公恩公的 多生分 我比你稍微大点 你以后就叫哥哥吧 哥哥 陈老大 你现在让我上海来得及 陈老大 你不会输不起吧 不过 像这么下三滥的招数 估计也就夜晨 能想得出来 你天苗又来交局啊 对啊 你天苗再说一次试试 放肆 马上给我滚 陈老大 那我们就先走啊 哎 刘伯 苏长 我有话 想单独跟你讲 没事 你们先出去吧 你们也下去吧 是 走 苏长 请坐 神王陛下四大护卫之一 陈一龙 拜见小主人 哎呦 您这是做什么呀 这是主人 随身佩戴的神龙玉佩 在神王殿解散后 谁掌握着神龙玉佩 谁就是神王殿的新主人呢 哦 也就是主人的后人 您就是 书家苦等了二十年的新主人呢 啊 那我爸是精灵商业帝国的霸主啊 我也感觉奇怪 神王殿是二十年前的超级势力 只因主人失踪 长期群龙无首 才导致解散 按说 您有神龙玉佩 您就是神王殿的新主人 可您为什么又在苏家呢 哎呀 这我也不知道啊 哎呀 您快别跪着了 快起来 谢谢 想骗陈一龙很难 所以这个时候 只能装什么都不知道 否则他发现我不是他要找一个家后人 就麻烦了 像主人这样的大人物肯定认识苏家 主人的家世复杂 内部矛盾非常严重 有可能 怕有人 害您 所以把您寄养到苏家 养大 那这件事一定得弄清楚啊 不管怎样 您是神王殿的新主人 我陈某人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 赶紧通知其他故伟 苏医子 这是你逼我的 我要弄死你 我要苏家消失 怎么了 陈哥哥 不顺利吗 苏医子 我叶辰跟你施不了力 陈哥哥 叶哥哥又坏你事了 倩倩 你会帮我的 是吧 可以啊 陈哥哥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需要你帮我对付苏医子 你别误会 我是爱你的 但是我现在没权没事 恐怕 陈哥哥 你不用解释 我无条件相信你 倩倩 有你真好 昂子的贱女 也是看你有用 不然走拽了 至于苏医泽 你费心费力 帮秦孟瑶抢了几块地皮 肯定是有大用 既如此 我要你难受 然后我再出面 踩着你上位 苏医子 现在陈老大 已经不跟我争这几块地皮了 我呢 投资的资金已经准备好了 颜小姐这边 投资也跟上了 足足有一千五百亿 可你还没告诉我 为什么要让我买这些地皮 你不信我 不是信不信的问题 我知道这一千五百亿 对你来说 也不算太大的金额 可对我们不一样 一旦失败 秦天龙会瞬间夺权 你懂的 那如果我告诉你 我这里 有绝密消息 南部那一片 马上就要成为精灵 最重点的旅游景区 而且 就在你买的那几块地皮上 要建一个精灵最大 最高 最豪华的赫拉宫殿 什么 我爸是开疆大使 他都没有提前得到这件消息 你是怎么知道的 嗯 我就是知道 反正明天就要公布了 老大 哎 都是自己人吗 有什么话明说 老大 刚得到消息 南部中心那几块地皮 出现了很多蛇和黄鼠了 那些地趴是不能要了 怎么会这样 如果苏与泽说的是真的的话 那这几块地皮 确实是最有价值的 不过 现在地基沉降 看来是修建不了什么 霍拉宫殿了 怎么可能呢 肯定是人为的 人为 谁有这么大的能力 能驱使这么大批动物 当然 叶辰 精通五行八卦风水秘书的能人意识 是有办法驱使动物的 但要做到破坏地基这种事很难 也渐渐说明 知人能力很强 杨冰 秦总 我还有事要处理 你去跟苏丧去一趟 不出五日 这地方便会成为兄弟 不仅诸事不顺 还会死很多人 到时候 别说建景区了 会成为真的无人区 居阴阵 居煞阵都已经成行了 这些事要不是夜神搞的鬼 我把头砍下来 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上次不是你请的徐大师吗 这 不行不行 这些阵法都已经成行了 就算徐大师过来强行破阵 他也是非死即伤 那 那怎么办 现在我也不知道了 现在这些地基已经全部沉降 这意味着 秦总之前 投的那些钱 到时候我们秦总会亏得一干二净的 严总也会大亏 这可恶的夜神 别瞎说 这件事可跟我没关系 你瞎说什么呢 上次工地上那些红薯狼的事情 不都是你搞的 还说没有 看来大家对我的误会很深 我也是一番好心而已 你要说这事跟你没关系 那你这次来又是为了什么 只是芊芊 看不习惯有些人 静坐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我才带她来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易哥哥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你才变成这样的 我接受你的追求 你不要再做上天案里的事了好吗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易哥哥 你追了我长达五年之久 我一直没有缺点跟你的关系 反而跟陈哥哥走得很近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 可是你已经害了这么多人了 出手吧 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真的 事到如今 你还是不肯说实话是蛮易哥哥 那你解释一下 你是怎么知道秦小姐的生日宴上会突发心脏病 你又怎会知道秦小姐的父亲会中毒 甚至还知道如何治疗 还有严小姐的父亲 你怎么会知道如何治疗 南部的项目 你又为何会提前请风水大师来 包括这块地皮的问题 你又为何会参与其中 看来苏大哨为了争风吃醋强女人 可真是精心不绝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很明确了 这前前后后的一切都是她苏大少妇的局 要不然她一个顽固子弟怎么会懂医术 本来深爱芊芊又突然拒人千里之外 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遂责布之代 对啊 她这么陷害我毁了我之后 就能拥有芊芊 我说你怎么突然间深情与我 喜欢上了我 原来你为了争风吃醋 也是把我当傻子一样的吧 雪儿 我现在真的不想解释 但是我只能说深正不怕养子鞋 千千都这么说了 你当然无话可说了 我更没有必要向你解释 我现在只想解决地皮的事 你当然能解决了 这里的问题不就是你制造出来的吗 要不是千千良心发现揭发你 我就要被你陷害死了 大家好好想想 我一个穷小子 有这么大本事 能制造出这一切吗 叶哥哥 结束这一切吧 我跟你回家 你能别胡说八道了吗 我跟你回什么家呀 我再强调一遍 我永远不可能 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 做这些事情 懂我的人 我自然不需要解释 那我怎么相信你 超级舔狗啊 突然一情别恋 只对我一人亲信 就我傻傻相信 欺骗我对你的感情 雪儿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 信你才有鬼 尽快处理地皮的事情 不然我们前走跟你没完 雪儿我承认 我之前的确是舔狗 但是我现在不是 我已经改变了 雪儿 没人信你 好可怜啊 苏大少 给你的惊喜 喜欢吗 你不会真以为 你就这么赢了吧 你的人设已经崩了 今后 秦梦瑶和颜若雪 怕会讨厌死你 另外 地皮的问题 你解决不来了 这次啊 我要踩着你的头上位 以后 秦梦瑶和颜若雪 她们 终究会成为我叶晨的女 叶哥哥 你可别怪我啊 实在是你太针对晨哥哥了 实在是太过分了 只要你愿意 我们还是能好好入处 你什么意思啊 我想要叶哥哥的实意投资 我还想要你帮我跟秦总搭桥 你给颜若雪的所有东西 我也想要 叶哥哥 你笑什么 怕是苏大哨人设崩了 失心疯了吧 你们俩不会真的以为 就用这点小技量 就能赢了我们 赢了我们 杜亦哥 没有苏家几百年底蕴给你撑腰 你算个屁啊 好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陈哥哥 你刚刚说 要让颜若雪做你的女人 我只爱你 别的女人 我只是逢场作戏 可是你还说要让秦沐瑶做你的女人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害怕你不要我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相信我 我只爱你 可那秦沐瑶的父亲是开疆大力 如果得到秦沐瑶的帮助 我在金陵 将会如鱼得水 那可是 没有可是 我不会骗你的 我只爱你 今晚我在冰果开了房间 你就别回家了 傻 虽然你的姿色很不错了 但是跟颜若雪和秦沐瑶这种级别的极品美人比起来 还是差一点 玩玩你还可以 想做我老婆 想的没 秦总 我很乐意为你服务 有什么事打电话 随时联系 就等秦总上钩了 他没有说要帮我 而是等我主动去找他 看来此人 跟我们想象的没那么简单 不过你说 苏艺泽 真的会因为追女人而做那么多离谱的事呢 秦总 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地皮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优先解决吧 至于苏绍 他的行为的确很反常 一个超级舔狗王为了获得下女人的芳心 也确实可能做出离谱的事情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对苏绍可真是太失望 这混蛋苏艺泽 我仙村侥幸 觉得他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来利用我 没想到 还是我大爷 这混蛋让我动了心 又让我伤了心 到头来 我就是一个笑话 一个他用来泡流的工具 我真是 可他对我的情感 我能准确地感受的 不像是假 若不是真的喜欢我 怎么会给我投资还拉我挣钱 挽救颜家生意呢 莫非 这其中有猫腻 这个叶臣 我必须找人调查一万 苏绍 你怎么才回来啊 人家都等不及了 你 你怎么进来的 你忘了 你以前都会和千千说 你把钥匙放哪儿的 都怪苏绍 我在酒店左等右等你都不来 我正好亲自来找你了 哎呀 你是沐浅浅的闺蜜 你这么主动勾引我 不怕我告诉沐浅浅 让你们闺蜜没得做呀 那茶女不懂珍惜 我谈谈当道追求自己的幸福 她管得着吗 再说了 我帮闺蜜检验一下 她未来的男朋友强不强 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可以给你 但是 我肯定不会碰你的 我只需要你待在叶晨身边 查清楚她作恶害人的证据 如果事成 我给你十亿楼资 再额外给你五千万人 跟聪明人聊天就是舒服 我帮你 保证让你满意 最近和一泽相处得怎么样啊 还好吧 你们快要结婚了 颜家生意又到了关键时期 可别出什么乱子 哦 对了 九州商盟那边 出了一个海上发电的大项目 我想让你去找一泽 把这个项目谈下来 那么我们颜家就很稳了 爸爸 或许昨天可以 但今天不希望 为什么呀 因为苏一泽 只是利用雪儿泡妞而已 我昨天已经撕破了她的面具 估计今天是不会来了 你小子你来干什么 我来 当然是帮颜叔叔 拿到九州商盟的合作 就你 海上发电站这么大的销 那可是上万亿的投资 其他整个大城市的集团 包括国外的大公司 都想争着抢着要和九州商盟合作 而你凭什么呢 请你立刻滚远鱼 离开我的家 雪儿 我们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即使和苏玉泽不结婚 我也不可能跟你一起 我知道 你是怕我为难 才故意这么说的 说实话 苏家 我真的不怕 我不会让我的女人成为牺牲品 感动死了吧 哪个女人能挡得住这种攻势 严若雪 你很快就会沦陷在我的爱情陷阱里的 你才胡说八道些什么 雪儿 你别怕 我会从苏家的联姻中把你救出来 然后迎娶你 后天 不是你生日吗 我会包下东方明珠顶楼为你庆生 还有 买下海洋之心送给你 表达我对你的爱 先不说你需不需要来拯救我 就说东方明珠吧 那可是京都大人物修建的 顶楼的风景可是最好的 可以俯瞰整个景点 并不对外开放 你 就算有钱有权也不可能包得到 还有 海洋之心 整个世界就那么一颗 价值连城 你一个穷小子 凭什么 你这臭小子 不要再让你信口死亡 赶紧走 还是不信我 要不这样吧 雪儿 我们打开 如果 我能拿到九州商盟的合作 再包下东方明珠的顶楼 再买了海洋之心 你就跟苏一泽取消婚约 嫁给我 好 我跟你赌 如果你赌说了做不到的话 就请你滚远一点 我不想看到你 雪儿 你对我真好 还故意气我赶我走 就是怕苏家迁怒到你 连累到我 你放心 我会加油的 真有病吧 小主人 顺利吗 老韩 马上帮我准备商盟海上发电的项目 还有 包下东方明珠的顶楼 准备海洋之心 我要为雪儿庆生 没问题 没问题 我来吧 哟 巧了 哟 苏大少 跑过来 哄雪儿开心了 没必要了 回去吧 因为啊 她很快就成为我的女人了 哼 你以为你那些下三乱的手段 就能够 是 等着瞧吧 老韩 我们走 韩三千 京都十大豪华之一 财力仅次于苏家 跟九州商盟合作多年 是叶辰父亲神王殿麾下护卫之一 这叶辰不愧是男主 我已经干预了 他还是有机遇 叶辰搞了这么多事情 就为了泡妞 是的 这叶辰的口气未免也太大了 不不不不不 他现在有韩三千的帮助 说不定啊 还真能做到 啊 那我们怎么做啊 嗯 他现在有韩三千的帮助 嗯 他现在有韩三千的帮助 说不定啊 啊 蔡精灵 跟本少爷比财权是吧 他叶辰 还不够格 听说您要包下东方明珠顶楼的事情 老板已经跟我交代了 那流程 我待会儿安排人来 哦 好的好的 人呢 没有人吗 我要包下顶楼 哦 先生您好 我是这的经理 江雨 您怎么称呼啊 叶辰 哦 叶先生 我带您去顶楼参观一下吧 不需要 直接签约走流程 我要顶楼 以最豪华的装修为标准 搞卡吧 没有密码 哦 叶先生 是这样的 老板已经跟我交代了 使用权呢 都全权交给您 而且不收任何费用 也会按照您的意思去办 请放心吧 这可是东方明珠的顶楼啊 居然不收费 看到没有 哎 这就是大人物的影响力 好了 去忙吧 哎 好的 海洋之心 和九州商盟的项目 很快就能拿下 颜若雪 你这次跑不掉了 谢谢 颜若雪 你这次跑不掉了 神哥哥 你费这么大周折 只为了追求颜若雪 还要当众宣布跟她的婚事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那我怎么办啊 倩倩 你多心了 我做这么多 只是为了得到她的身体练功而已 我爱的 就只有你了 我定了一对婚戒 在她生日那天 我就亲自给你戴上 陈哥哥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对了 我还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我需要苏毅泽和颜若雪彻底决定 好 陈哥哥 你想做什么 我都愿意帮你 这是阴魂不散 在这里都能遇到 还是说你苏大少跟踪我 你能不能三胖娘照照自己啊 别得了 你很快就会发现 我是你得罪不起的人 就凭你 叶哥哥 陈哥哥已经变了 他跟之前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这个酒店的顶楼 无偿免费给陈哥哥使用 叶辰抱了这儿 叶辰抱下了这儿 顶楼的老板 知道我要抱下顶楼 完全看在我面子上 一分钱都不要 你信吗 我能让你包不下来 哎呀 你虽然是有钱有势 但是修建东方明珠顶楼的 都是京都的大人物 你呀可左右不了 你知道 京都十大财阀之一的韩三千吧 知道 他现在是我的人 跟顶楼的大人物 都有些关系 轻松就抱下来了 老韩做得不错 主人 满意就好 唐总 你的顶楼我想包下来 是否行个方便 好 好好 颜若雪生日那天 我会在这里 一鸣惊人 你呀 就给我擦亮眼睛 好好地看清楚 这小子脖子上的约黑 我看错了吗 喂 苏一泽 当初我是相信你才投资了这么多钱 还需争夺这些地痞 现在出了问题 我才后知后觉 就是你搞的鬼 秦总 你能不能理事一点 我没有理由这么做呀 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 再说了 我有可能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吗 我不管那么多 你必须尽快把地皮的问题给我解决了 否则我会告诉我父亲 相信你就算是金灵的太子爷 也会头疼吧 开枪大力 我也不想招惹 你知道就好 该死的叶臣 被那种下三万的手段摆了一刀 必须继承转抄 可月圆之日还有些识 难挺吗 还是先哄好若雪吧 你招惹什么事 若雪 莫芊芊芊是被叶臣给骗了 被她利用了 她满嘴谎话 人家说的有理有据 你说她撒谎 一句呢 难道莫芊芊她真的甘愿看着叶臣追我 还帮着叶臣吗 就是这样啊 我才不信呢 言容许 你这个不要脸见女人 叶哥哥追了我这么久 是我的男人 你干嘛要抢我的男人啊 你在说什么 叶哥哥 我知道 都是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勾引你 可是 你不能不要我 毕竟 我都是你的人了 你什么时候是我的人了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 赶紧把话说清楚 叶哥哥 我们毕竟有那么多 很愉快的夜晚 你真的跟他发生关系了 我没有 叶哥哥 你说过 你会对我负责的 你是不是偶像去看多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睡了 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叶哥哥 难道我一个女孩子 我用清白来诬陷你吗 你现在不就在这么做吗 你现在不就在这么做吗 叶哥哥 你不能不要我 叶小姐我求求你了 你就把她让给我吧 搞得我跟第三者一样 宋一泽 信得我好玩吗 若萱 你听我解释 所以则 我真的成了一个笑话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若萱 叶哥哥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只对我一个人好吧 穆芊芊 我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可以为了夜晨做到这样 陈哥哥非常优秀 潜力巨大 为了他我可以放弃一切 倒是你 追了我这么多年 忽然放弃 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你别白只做梦了 你也是够可怜的 你竟然真的以为夜晨是真心对你 你不必挑拨我跟陈哥哥的感情 他是爱我的 爱你 你应该去了解一下他到底爱多少人 我提前透露一下你的结局吧 你和穆家被夜晨利用完了之后就被一脚踢开了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怀着夜晨的孩子 亲眼看见他爱上了别的女人 然后你自己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跳炉自杀了 你胡说 这怎么可能 好似为之 千千怎么样了 很顺利破坏了他们的感情 太好了 这是夜若雪的生日夜 我绝对能拿下的 陈哥哥 你不会假戏真做吧 傻瓜 我只爱你 好了我还有事吧先挂了啊 默默爱你 陈哥哥一定是爱我 不行 叶晨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真的把东方明珠顶楼给包下来了 这小子什么世界不错 海上发电的项目合作和海洋之心 他也找来了吗 如果真的找来 你和苏家的婚事又该怎么办呢 那就解除了吧 不妨按太苏大厂泡牛丢命 孩子 婚事一定要慎重啊 爸 我知道了 我途经金灵 病发差点死了 是他救了我 也是我发现了他的身份 你别被骗了 实话跟你说吧 小蠢是金灵太子爷 苏一泽 那玉佩我都近距离看了 是真的没错 可那玉佩 叶晨他也有啊 这可是怎么回事啊 调查清楚吧 别闹了乌龙 主人说了 手持玉佩者 就是神王殿的主人 同时也将继承他的盖世绝学 太玄京 到时候我们看谁会 那就是谁 老韩 海上发电的项目怎么样了 小主人 放心吧 我直接过去要合作 分分钟钟就搞定 好 那海洋之心呢 已经在路上了 哎呀 这下稳了 苏一泽 有钱有势 有个屁用啊 我要在你面前 抢走你最喜欢的女 苏上 岩氏集团已经第三次找我们了 想要海上发电的合作 给吧 未来都是一家人 赚钱的项目 当然一起做了 叶晨 九州商盟都是我的 我不让人把海上发电的合作给你 谁会给你 就凭你还想跟我斗 对了苏上 我通过多方途径 已经找到了海洋之心 并高价收购 已经在送来的路上了 一会儿就到 好 苏绍 苏绍 苏绍体魄好强健呀 想试试 尹 有事说事 有事说事 哼 真冷漠 那 你要的都在里面了 你答应给我的呢 swipe 什么 我看看 拿着吧 那叶辰不是想出名吗 我来帮他 什么给我好奇的是 你应该没有这么快 就能取得他的信 都怪他太自负 对我毫不设防 我稍稍一勾引 他就迫不及待地瞒着芊芊和我睡觉了 谁一投资的事 你去和我秘书谈吧 不嘛 人家想跟你一起 李如兰 我说过了 我们不是同一类人 而且我现在有喜欢的人 你何必不拿着我给你的钱 好好去潇洒呢 我知道的 我只是想让你带我去登方明珠顶楼 我没资格进去啊 你是那儿干嘛 你是那儿干嘛 叶辰这个下头男 我想亲眼去看看他是怎么丢脸的 还有芊芊 我想看看他选错了男人是什么表情 好 我带你去 感谢大家来到这里 今日是颜热雪小姐的生日 颜小姐生日快乐 颜小姐生日快乐 颜小姐好漂亮啊 不愧是金灵的大美女啊 这不是苏少的未婚妻吗 这叶辰不会要跟苏少抢女人吧 这么刺激吗 颜小姐 还记得跟我的打赌吗 如果完成三件事情 你就嫁给我 这顶楼 我已经包下了 那我怎么样 不还有两件事情吗 这就是发电项目的合同 你看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我的实力啊 这叶辰谁啊 以前没听过啊 颜小姐我做到了 你是不是该信守承诺 你是不是该信守承诺了 你不是还有一件没做到吗 海洋之心马上就送了 这合约 这顶楼 我都已经拿下了 区区一个海洋之心 我会做不到 赶紧吧 上来我们订婚 娶我的女人 你叶辰也配 谁说这东方明珠的顶楼 是你包下的 谁说这海上开发的项目 是你接的 走散来了 你来做什么 我来娶你 别耍我 别耍我 我不过只是你追求莫亲信的工具吧 苏一泽 若雪 我这颗真心 你会看到的 时间会证明 姓苏的 你干什么 竟敢当仲亲我的未婚妻 全精灵的人都知道若雪是我的未婚妻 你叶辰算个什么东西啊 若雪跟我打赌 如果完成三件事 她就嫁给我 就算是打赌 你也已经输了 就算是打赌 你也已经输了 凭什么说 输 你确定这东方明珠的顶楼 是你包的 还要说吗 江经理 出来说句话 让苏大少死了心 东方明珠的顶楼 是苏少包的 换句话说 是我们老板 苏少 什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经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来包顶楼的时候 你跟我说免费使用 苏少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说会安排人来走流程 结果你来了 那我也就将计就计了 老韩 你是怎么做的事 兴许 这是一个误会 是我亲自给陶宇打的电话 它是我救过的 你说这东方明珠的顶楼 是给我 还是给你叶晨 老韩 被你害死 被了一个女人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也是不应该 现在还沉不住气 没有什么城府和心血 就算她是小主人 她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 那九州海上的合作 总是你拿下的吧 九州商盟 是我亲自去的 方知柔秘书 亲自把合同给的我 苏大少 你听到了吗 那我去哪 哪怕九州商盟的会长是你老爸 这个合同也是我拿下了已经 是吗 海上发电这个大项目 是我们家少爷 亲自许诺给演家的 而叶晨你这个家伙 不自量力 却妄想和我们家少爷的 看韩三千来洽谈项目 我们就好好地利用一下 是你自己的意思 还是苏少的 当然是我们家少爷的 此次出生尊贵 却没有识才无 反而谦虚低调 甚有诚服 有隐心 有算计 难道 他真是小主人 看来 在苏少 有意和无意的操控之下 我们 都沦为了笑话呀 叶晨 你好像不太清楚你自己的社会地位 我来帮你捋清楚 一个笑话 也企图和我们家少爷斗 这就是权力 一点点动作 对叶晨你这样的人来说 就宛如漠视灾难 难道 猜得没错 我是苏少的人 你的喵得 我跟你没完 我觉得 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兰兰 你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针对我陈哥哥 你就继续舔你的陈哥哥吧 很快你就会知道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苏伊泽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是海洋之心 是我亲自联系 你总不会说 是你买来的吧 那不然呢 老韩 海洋之心没问题吧 老韩 海洋之心没问题吧 少爷 海洋之心是你亲自检查的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姓苏的 敢不敢赌一赌 赌什么 如果你输了 就马上跟雪儿取消婚约 让他嫁给我 并把项目还给我 再下跪当欠人错 那如果你输了呢 我输了我就跪下来叫爷爷 叶辰 之前你跟苏伊泽打赌 到现在都还没有入行 你还敢赌什么 雪儿 这里这么多人 我总不能耍赖吧 叶哥哥 你不要再为我争风吃醋了好吗 我都已经接受了你 你还想怎么样啊 你要是输了 以后会就晚了 神经病吧你 海洋之心到 我的海洋之心到了 你的呢 他也没说 是给你苏大少送的呀 谁是叶辰先生 我是谁 我是谁 是 哎呀 路上你好像输了 还不下跪磕头认错 你敢让我们家少爷给你下跪道歉 他输了 哎呀 既然他们肯做 今日终会变成笑话 你叶辰随便买一块破石头 就说是海洋之心 你觉得我们姓吗 对 必须点眼海洋之心的真假 还不死心是吧 你的那些证书和鉴定结果 没有任何意义 找专家来鉴定 俗上 叶辰 不知老朽有没有资格 来帮你们鉴定海洋之心的真假 珠宝大师 鉴定专家许可 您怎么在这里行 啊 中途游玩金领 过来看看热闹 原来是徐叔叔 好久不见 您当然有资格 嗯 要是假的 我就当上吃了它 哼 哼 是真的 哼 苏大师 听见了吗 你输了 还不下归人错 你不要欺人太甚 还想名利双收吗你 他输了 旅行赌约很正常吧 哎 小伙子 别着急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这 的确是海洋之心不假 但你这是坦桑时 又被称为厄运之时 佩戴之人将会死于非命 而他的权名叫海洋之心希望 中 中 四十五点五二克辣 具有极其罕见的深蓝色 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 这是海洋之心 希望 并不是真正的海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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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一个品牌子公司的这种 对 所以我说是真的 却不是真正的海洋之心 叶辰 你竟然敢送我一颗厄运之石 你想置我于死地吗 不不不 我买的时候 他明明跟我说是海洋之心 哎呀 你还是没听明白 他卖给你的的确是海洋之心 但这是希望 并不是真正的海洋之心 真品的重量二百四十二克辣 怎么会这样 所以叶辰是你输了 我好大爷买来了 你的海洋之心呢 海洋之心到 到了 把海洋之心 拿去给徐叔叔签定一下 重量没错 这才是真正的海洋之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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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雪 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不想失去你 嫁给我 嫁给她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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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亦泽 你还等什么呢 赶紧把你的吃了吧 最好是跪着吃 我以后 可是要成为一代萧雄的人 给你下滚 做梦去吧你 你可真不要脸 穆倩 你看看 这就是你选的男人 是男人吗 陈哥哥 一时的书莹并不重要 我相信你 倩倩 还是你最好 我走吧 等等 谁让你走的 苏大少 离我干嘛 苏兰 你简直 我必须要下番 可 Min 你个贱人 缄的就是你搞的鬼吧 他 什么 彼此彼此 跟你做的那些事情比起来 这些不都是雕虫小技吗 这些不都是雕虫小技吗 这些不都是雕小技吗 这些不都是雕虫小技吗 苏绅 我能看看你的玉佩吗 苏绅 我能看看你的玉佩吗 老韩 怎么样 的确是主人的玉佩 但是夜晨也有一块 虽然有些不同 但可以看出是一脉同宗 老韩 你什么意思啊 请苏绅展示一下太玄京吧 你们俩信就信 不信拉倒 我凭什么为你们俩展示 老韩 你真以为那个草包夜晨 是我们的小主人呢 事关重大 我必须要谨慎啊 看来秦城叶家祖传传承的事情 必须要加快了 韩三千对我抱有怀疑 若我长久拿不出正面 陈一龙也不会信我 到时候一旦事情爆了 神王殿的报复 哪怕是精灵的苏锦也扛不住 如果神王殿也全力辅持夜晨的话 那就糟了 叶哥哥 我臣哥哥做得不对 我替他向你道歉 对不起 叶哥哥 你就原谅他 不要再站对他了好吗 叶哥哥 叶哥哥 那是李若来陷害他的 我相信他不是这种人 再说了 他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他还说 等事情结束了 就带我走 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对吧 他这句话对多少人说过呀 再说了 你替他陷害我 害我差点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然后现在你又替他来向我求情 你以为你有多大面子呀 叶哥哥我 叶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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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黄李泽 这是你逼我的 你别怪我 真帅 干什么 下去啊 叶哥哥 你该怎么跟你的未婚妻解释呢 你还敢威胁我 反正这里也没有别人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点什么 出去 别逼我推你 用力推 人家超喜欢的呢 你滚出去 滚出去 滚出去 你要死了 我来这里本来是想着 你要是能放过陈哥哥 我就不用陈哥哥给我的毒药给你下药了 你成立了 这个毒药 是通过肌肤进入五脏六腑 一个小时内 你必死不已 明年 我会多给你烧点酒 你可给我下毒 那 你 当舔狗就要有当舔狗的觉悟啊 你最不应该做的 就是不继续舔我 为了陈哥哥的野心 你必须去死 再见了 叶哥哥 叶哥哥 丢死人了 却栽在一个女人手上 叶泽 叶泽 叶泽你怎么了 叶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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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哥哥 对不起 我 我只能压制这个毒性 但我却解不了 我好没用 对不起 你不用刺责 你已经尽力了 怎么了 颜小姐她 她去叶辰家拿检药去了 什么 你们几个 现在赶紧去把所有人都叫过来 快去啊 快去啊 贤臣 你敢动雪儿一根寒毛 我绝不饶你 今天正好是园园夜 也算是老天助我 只要能够得到传承 我这毒 就能起了 好 那就来吧 叶家血脉开起,叶家阴仙转朝,叶家后人,玄龙济世,造福葬生,逆天改命,龙转乾坤。 传承无意全部吸收,其中包含了风神秘术,五星八卦,古武无一,齐门遁甲,应有尽头,其中最牛,也是夜神最想要的太宣经,我得到了。 独野起了,这传承刚一得到就有这么强大的威力,那如果把太宣经修到最高境界,那岂不是无敌了? 叶晨,母芊芊,你能给我挡上? 陈哥哥,你有了? 真的吗?我要当爸爸了? 嗯 倩倩,我向你保证,如果有一天我权倾天下,你就是我最大的功臣,我会给你一生的喜悦。 谢谢陈哥哥。哦,对了,你让我给苏伊泽下的毒,我给他下了。但是,张希儿救了他,他暂时还没死呢。 没事,倩倩,先谢谢你。 颜小姐,你就这么想救这个姓苏的啊。 你真卑鄙,正面斗不过苏伊泽,背地里去叫一个女人给苏伊泽下药。 没有什么卑鄙不卑鄙的,能赢就行。 别这么多废话,几岳快给我。 给你?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 我要你,陪我睡一觉。 你真恶心。 别废话,你到底要不要? 好,我答应你,但几岳必须先给我。 。 你真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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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カ'ミュウウウウ。 你真恶心。 岑、大人不 dinosaur? 我帮你,你真恶心。 你真的不吃亏心? 你真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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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恶心? 你真恶心。 你真恶心。 你怎么这么强 废话这么多 醉糙 你今天逼死 什么 前哲慢绝吗 好 发生什么事了 叶城和小主人决战 我要去帮忙 太拳精 老韩 你来得正好 我现在压制着他 我们前后加击 此等下作的行为 神王殿部下不懈去做 老韩 你敢违抗命令 我可是神王殿的新主人 这个吧 暂时还不能确定 要等等看看 好你个老韩 你给我等着 苏伊泽 你这个卑鄙小人 偷往太拳精 太拳精是我从祖宗的传承中获得 关你什么事 你放屁 你放屁 我你什么事 你放屁 太拳精 学我叶家的学才 不对 他喵的 你从一开始就在布局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原来你一直在打我叶家传承的主意 这不是我的玉佩吗 你个破玉佩而已 施舍给你吗 原来不是破烂 是宝贝 你这个贼 从下拜见小主人 我才是叶家子孙 我爸才是神奥殿的主人 我 快请请 闭嘴 谁有太拳精 谁就是宣主人 好 都给我等着 都给我等着 给我拿下 雪儿 雪儿 你中毒了 你听我说 你中毒了 你中毒了 雪儿 你 你不能这样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中毒了 我给你想别的办法好不好 好啊 雪儿 求求你救救我爸 行行行 我知道了 哎 哎不行了 这妹妹太猛了 我走 我要走 哎 不 不 我要走 哎 怎么开 你 嗯 嗯 这一次 就抵得上十余年的苦秀 又是再来一次呢 啊 啊 啊 哎哎不是不是我我不是说现在哎 姐姐 我打你那一下是迫不得已 若不这样做的话 苏伊泽必定会怪罪于你 我的用心良苦 你明白吗 陈哥哥 我明白 只是 现在苏伊泽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 他也有权势 你还能对付得了他吗 能 但我需要你帮我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只要能帮到陈哥哥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宝宝也会帮他爸爸的 好 很好 那你去准备一下 我需要施展 血胎幻孔大法 好恐怖的名字啊 这是什么 我需要你极度的配合 再加上 你附容胎儿做诱饵 引万条毒虫 来吞噬胎儿 引万条毒虫来吞噬胎儿 并和专业的法门 再选一个 基因之地 自然 就有概率完成 血胎幻孔大法 什么 如果失败 我必遭反噬 但是只要成功 你就能 超脱三界之外 成为最强血骨 到时候 天下无敌 苏宝则必死 浅浅 我也不想用这 歹毒的古术 但是我现在 已经走投无路了 只能鋭而走险 姐 你愿意帮我是吗 全哥哥 这也是我们的孩子 有种不祥的预感 有种不祥的预感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我也是 那个月辰已经七天没有消息了 我也有一点不安 谢谢 没事 我的泰拳经 已经修炼到最高境界了 现在我有能力保护你了 然后呢 我会再给你一个世纪婚礼 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好不好 嗯 大哥 别沉浸你的温柔香了 我宫廷的事情解决一下吧 快撑不下去了 我马上到 哎呀 总算是帮秦梦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累啊 哎你说 我今天出了这么大力 你要怎么奖励我 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啊 你说呢 苏哥哥救我 哎 你又不是听见希儿的声音 苏哥哥 好像还真的 救我 啊 苏哥哥救我 汐儿 你们没事吧 苏哥哥救我 苏少 救我 姓苏大 你一直妨碍我成功 今日 我叫你们死 哈哈哈哈 哟 金灵就是我的天下 别痴心妄想了 你觉得 你现在还打得过我吗 这 你觉得 你现在还打得过我吗 这个狗贼 偷了我的东西还在这耀舞杨威 今日 我让倩倩杀了你 拿回我的传承 血骨 你竟然把木齐间炼成了血骨 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这样你不仅会害了他 还会害了整个金灵的人 这是你逼我的 就是吗 就是找一处集音之地 用腹中的泰儿做诱饵 引万条毒虫 将腹中的泰儿吞噬 然后再加以特殊的法门 便有一定几率可以炼制成功 这么恶毒 这算什么 只要能让他死 叶辰你是不是已经疯了 你知不知道 虽然这血骨强悍 但是他只能活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之后 他就会化为血水而亡 然后这些血水 就会变成毒水 污染整个精灵的空气大地 整个精灵的人 都得死 程哥哥 他说的是假的吧 当然是假的 他在挑拨利剑 老婆 相信我 杀了他 我们马上结婚 沐千千 你可以不信我 等他们别废话了 赶紧动手吧 杀了苏伊泽 沐千千 你怎么变得这么残暴事事啊 沐千千 你现在是真该死 苏伊泽 接下来就是这小神医 和李若兰两个女人 我该先杀神医 那你挑选一个吧 选你妹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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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无敌了 我看谁还能阻挡我 我家小主人 必杀你 卑鄙小人 今日 休得猖狂 嘿嘿 就凭你们这些垃圾吗 我们的店主 早就预料到 有一天可能会遇到无法解决的危机 所以就把太玄之心交给了 让我在恰当的时机交给寿主 太玄之心 太玄之心 可以凝聚太玄之剑 能斩进这世间一切邪碎 你的血骨再强 也是魔 小主人 快 接下来 就是夜晨你的死戏 你们两个老东西要跟我作对吗 这根本是我的 你居然给了他 你 这怎么可能 是 夜晨这个害群之马 也算是死有余辜 今日 多亏了二位 及时送来太玄之心 要不然 可能就真的麻烦了 能为小主人分忧 理死应当 是啊 没事 这是小主人 不要 那 zal 您传上 要给我的 里面 我 你 还有 古文贵 你